这几天大家都特别关心的就是在这五名游客 6月18号去探访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潜水器泰坦号 已经在北大西洋海里面失踪超过四天了 官方呢现在正式宣布五个人全部遇难了 说起泰坦尼克号这个电影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很多人都是看了这个电影才知道 早在1912年这个造成1517人丧生的沉船事故 很多人呢也对这艘沉船充满了好奇 所以啊这家名叫海洋之门Ocean Gate Exportations的海底探测公司 就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开启了对这艘沉船泰坦尼克号探测的项目 费用呢大约是每个人25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80万 这真是有钱人玩的东西 这项活动呢前两年都很顺利 没想到这次就发生了让人惊恐的意外了 其实啊早在2018年就专家给探浅公司的CEO写过信 表示了对这个泰坦号设计建造的时候就是一些隐患 就感觉到担忧 泰坦号的制造商也认为这个潜水器只能潜到1300米的这个深处 但是呢他们实际操作一直都是潜到4000米的深处 因为沉船呀在海底3000米的地方 而且专家提出反对意见后直接就被公司解雇了 泰坦号在2022年海底探险活动期间下水的时候 它其实出现过电池的问题 必须手动挂上升降平台 其实啊早就已经有很多不安全的隐患了 但是呢探险家呢就是不一样 明知有危险还是不顾一切 而且啊参加这项活动之前 每个人都要签署一份免责声明 实际上也就是生死状 直到这种旅行可能会失去生命的 失踪的这个潜艇上五个人 一个呢是潜水公司的CEO 据说是陪同参与这次活动的 一个呢就是来自英国的亿万富豪哈丁 他本来就是一个专业探险家 还有就是来自英国籍的巴基斯坦裔的亿万富豪 和他19岁的儿子 还有一位就是77岁的法国前海军指挥官 也就是啊这次潜水艇的驾驶员 他也是对沉入这个海底的泰坦尼克号呀 充满了好奇之心的人 虽然啊这艘潜艇设计的时候说 一旦出现技术问题 就会自动浮出水面 但是奇迹并没有出现 探险家的勇气是可嘉的 但是啊也被他们感觉到惋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